来吧 那个小方先给我们介绍介绍 今天你说的只会做一种锅子 那这一种锅子究竟是什么锅子 那我要上道具 还有这道具 这一大锅 来 这么多椰 这我知道啊 这个是芒果 对 开玩笑 这是椰子 您看到这里头一共有六种椰子 这种是小宝贝 这个叫椰黄 小宝贝 我以为叫我的 不是 并不是叫我 是叫她的 这个还真挺少见的 我们常见的大概是这样的 这是常见的 你拿出来这个是海南的椰子 有点大 这个我也是 泰国的椰子 这个叫宝石型椰子 削得像宝石一样 这个我知道 老椰子 它这个壳 经常我们拿来做盘手串用 对对对 还真是 还可以做工艺品 你看我这里还有发器 这就是我们刚才展示的老椰子的椰壳做的 特别天然的厨具 那既然有这么多种椰子 椰子肿瘤这么丰富 那么今天我们要拿椰子做什么菜呢 小宝贝 我们要做的是椰子鸡锅 椰子鸡火锅 是吧 对对对 一提这个椰子鸡火锅 大伙可能以为就非常有地方特色 但是现在在这个全国各地 都非常普及这个火锅 没错 几乎到处都能吃到 我们同大厨 你说从云南来的 还不告诉我做什么火锅 我今天做的是油闷排骨锅 但是我带了三种 咱们云南特色的那个香料 咱们先吃这椰子鸡火锅 一会儿再吃这油闷排骨锅 好 来 边坐边说 好嘞 来 我们今天先用到哪种椰子 先用到海南的跟泰国的 因为两种要调味道 够沉的 辛苦辛苦 这怎么开呢 我今天带了一个神器 我们正常在家里开呢 会用菜刀来去开椰子 对 非常危险 这个神器 这个叫开椰器 是这样的吗 不是 不是 不是这样的 那我们接下来先敲这个小的椰子 好嘞 来 好 平时再加 轻轻地敲几 真是神器 好嘞 好 这个就是椰肉了是不是 对 我们轻轻拿刀一挖 它就可以把鲜筋肉挖出来 里面有很香的这种椰子的果香味 我想问问 咱们这个做椰子鸡火锅的话 这个椰肉和里面的水都要是吗 都要的 主要是水 然后用泰国的水呢 它比较香甜一点 海南的水呢 会有天然的咸跟鲜在里头 是两种水掺着用吗 一定是的 那看来就是这两种水很关键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椰子里面的水 还有肉放入到锅中 这个季节的椰子肉会相对厚一点 我们把现在这种肉叫三层肉 你看它表面有一层淡淡的油脂 就是椰子 你要不先来一口 你可能很羡慕这个热带当地的人 因为老我椰子可以吃 但是现在也没关系 我们物流啊 我们这个经济发展啊 都很方便 我们现在都能随时随地想吃椰子 第二天就到了 我们就可以吃到这么新鲜美味的椰子了 我们体验准备好了椰子肉 如果平时家里没有神器的 我们就用菜刀来把椰子打开 然后在家的时候 我们开就要小心一点了 这个要经过要特别训练 好 我们拿刀一窍 然后就可以打开了 像这么一锅大概要用到几个椰子 我们基本上会用到两个泰国的 还有两个海南的 吃火锅一定要有小料 我们先熬一个蔬菜鲜汁 来提鲜 这样吃起来的小料既鲜而又不咸 我先跟大家简单一下 在家里准备四种原料就可以了 一个是我们经常用的西芹 香芹 香菜 葱 还有两种特殊的调味品 一个是姜片 还有一个胡萝卜 冬季要补胡萝卜 加入水 热水就可以了 热水可以 那我们放入这个菜的比例有说法吗 每个要多少 先用一根 一根西芹 然后我们配上五根的香芹 一比五 然后配上一根香菜 三分之一根胡萝卜 五十克的姜 跟五十克的葱 就可以了 熬料的时间会久一点 因为我们要让它的这个汁水慢慢收干 大概要熬多久 熬三到四个小时 三到四个小时 如果你着急的话可以开大火 熬的会短一点两个小时左右就可以 师哥 我还需要两种神器 什么东西 很有神器 一个生抽 一个老抽 同时要放进里面吗 对 我们倒入100毫升的生抽 五分之一 也就是20毫升的老抽 进行调色 其实它另外一个主角就是鸡 我们还没有介绍 闪亮灯场 当当当当 对 我们的鸡已经在这等着我们了 这个鸡还挺大的 对 这是150天的成鸡 那么它是地道的海纳门仓鸡 我们现在就开始煮锅底 我有点想要质疑 因为我觉得您的这个方式 好像比较简单 感觉没有什么名堂 一定有名堂 知识点来了 好 跟我们说一说 我们其实知道一种 特别神奇的食物叫巧克力 巧克力是50%糖 50%的油脂 也就是可可脂 世界上最自然的一种食物 唯一跟它类似的 就是我们的母乳 50%糖分50%的脂肪 是 而我们的椰子鸡火锅 正好是运用了椰子的天然果糖 和鸡肉里面的脂肪融合到一起 它会激发我们大脑皮 从一种快感 所以吃完我们都有一句俗话 叫为食忘忧 吃完之后会让你心情愉悦 就是这个味道就像你说的 会想起那种妈妈的味道 一定是的 那我们说实话呢 这锅开了 我们现在把鸡下进去 好 慢一点 现在鸡放进去要搅动它吗 这里就有点知识点了 又来了 又来了 我们可以问一下童大厨 如果现在咱们去把它那个搅动的话 第一个会破坏它那个肉质纤维 第二 绝水中把它汤底都弄混了 这慢慢煮 一点汤色不会变 文长鸡很容易煮熟 大概五分钟就可以煮好了 对 然后这里头有一个特别的小知识点又来了 你带那么多知识点 就你这个人就老挺着自己 很懂知识 显得我们一点知识都没有 大厨还在这吗 我主要是 这种方式很讨厌 主要是为了大家回家能把这个东西做的美味 对对对 做出来 因为它肉很容易熟 五分钟即可 所以我们煮到五分钟的时候要立刻关火 焖锅 这个过程很重要 关火要焖锅 焖三分钟 好吧 那咱们现在可能五分钟差不多了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关火了 可以 我们这个蘸汁要煮三四个小时 三四个小时 今天时间有限 但是我们即使现在熬了这点时间 我们也可以闻闻它的味道 一种清香的味道 仿佛身在海南的沙滩之上 阳光 沙滩 海水 比基尼 想多了 想多了 我们今天时间有限 我就准备好了提前讨好了 这个水油汁 师哥帮我拿一个小碗 我要给大家调小料了 好 我们先来取池羹的池油汁 这就是我们特别煮汁出来的 对 好了 大家继续画知识点 你又有池羹了 你不是一个开店的老板吗 为什么搞得像一个大学教授一样 大家一定要把它做到完美 这是指天椒 我们切碎 这个特殊的食材叫沙姜 我们这有完整的样本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为什么用了沙姜 沙姜呢 第一个可以去湿气 第二它可以去又腥味 同时它姜味没有那么重 对 它不会腥辣 它是一种特殊的姜 温性的 好 我们放上少许的沙姜 但姜味很配这种温成 对 好了 重点来了 这个就是我们学名叫酸肝 不是小柠檬啊 不是小柠檬 不是小柠檬 我一直说这是小柠檬呢 你尝尝它的味道 酸肝 它的维生素含量 要比我们吃的橙子高三到六倍 对 所以它也替代了天然的醋 我们可以把它挤到里面 哎呀 这个东西好棒啊 咱们一会儿尝一尝 它搭配鸡的感觉是什么呀 好嘞 我们说这个鸡蛋又焖三分钟 现在三分钟差不多了 已经完美了 咱们是不是可以吃 这个季节我们一定吃火锅 还要配点蒜菜 对 所以我精选了几款蒜菜 推荐这个季节 大家一起跟椰子鸡 共同包出甜蜜呢 知识点又来了 哎呦 忽然有点烦这个 来了 来 我们第一个选的就是金丝板栗南瓜 直接放锅中就行了是不是 可以 我们再开全火 这个呢是一种特产叫珍珠马蹄 像珍珠一样 这个呢主要是益气 女孩子吃了呢会比较舒服 这个是福顶的冰朗芋 然后芋头 对 这种芋头呢是适合我们冬季吃的 可以补更多的 比较适合我们小韩吃 最后一个是脆肉碗鱼 它里头还还有一种特殊的东西就是比其他鱼多60%多的胶原蛋白 哦 这个大概有几分钟就可以了 直接看它飘出来就可以了 飘出来就可以了 那是一手的食材 对 都看着 飘起来了 对 我们着急死了 一人十碗而十碗 可以开始吃了 可以可以 用我专用的椰子口 少 吃这椰子鸡要分两个步骤 第一个就是一定要喝它的圆汤 所以说这个味道特别适合让女孩品尝哈 顶过说好几句甜言蜜语啊 因为这个味道真的是很甜 第二锅我们来吃一下鸡的火肉 蘸一蘸这个汁 蘸调料 肉非常的 皮非常Q 哎呦真的 我怎么第一次吃这么好吃的东西 我们再尝尝这个配菜嘛好不好 来 你知道吗 我听我独钟的是这个肉呢 还是脆的碗 这个碗鱼是煮不烂的 而且越煮越脆 脆的碗呢又非常有嚼劲 非常有增加质感 非常棒 林天佳三重鲜换个好味道 泰泰勒原味鲜酱油喊您回家吃饭 第一步我们先选择好椰青 那么我们选择的是两个泰国椰子 拼配两个海南椰子 下面一步我们就要准备好火锅蘸料 西芹 香芹 香菜 葱 姜 片 还有一个胡萝卜熬三到四个小时 我们选用的是指天椒 沙姜 小蒜干 调出的我们的蜜脂齿油 椰子开锅以后 就可以放入我们准备好的文昌鸡 煮五分钟 就可以关火焖三分钟 焖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放一些 适合这个季节食用的食材 调小料的时候配比十分重要 您一定要记住我的知识点哟 好